好 我們看今年1月份 在日內外召開的 新世界經濟論壇 我們看看過去幾年 關係什麼事情 像2007年 認為對於全球影響最大 是資產價格 當時的雷曼兄弟金融海嘯 到2008 2009 2010年 連續四年 其實在全球的 這個世界經濟展望當中 認為影響經濟發展 文明活動最嚴重的就是 資本主義遭到巨大的挑戰 另外還有包括什麼全球化危機 油價危機 慢性疾病等等 可是這個情況 到2011年之後開始改變 第一個是國家的財務危機 開始慢慢出現 到了2012年更特別 水資源的供應危機 忽然從沒有變成第二 關明就在日內外召開會議 忽然發現水資源 產生的地緣政治問題 越來越大 2013年還是第二 2014年到第三 最新到今年 認為水資源危機 已經成為全球發展的最大風險 我們更換報告 其實最明顯的是敘利亞 敘利亞特別是新月沃土 因為長期的乾旱 引發了農民汽根 轉移到都市 所以使得包括像敘利亞 第二大臣阿勒坡 瞬間人口膨脹了三倍 導致了國內的內戰 所以水資源供應危機 竟然讓過去的沃土 忽然變成了沙漠 更引發了人類的大規模遷徙 不多 200萬人 讓一個中東文明大國 敘利亞出現了滅國的危機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 市集長會他怎麼觀察 認為這個全球當然越紅的 代表水資源爭奪的問題 越嚴重 那圈圈越大的 代表影響的經濟層面越大 最後我們先看一下 到底目前到2015年 哪些地區目前水資源的衝突 引發了區域的武裝衝突也好 甚至引發一個國家革命也好 您的觀察 事實上很多人提到 20世紀是石油的戰爭 會因為石油的缺乏 或者是要爭奪石油 引發大戰 可是我認為21世紀 會是什麼樣資源的戰爭 會是水資源的大戰 怎麼說 其實我剛剛世光有提到 其實今天鄭文燦 桃園縣長鄭文燦他提到 這整個的石門水庫 這應該給這個桃園人用 像這句話 我覺得會引起頗大的爭議 因為你看他的上游的水域 他應該是這些水域 其實有流經過多少人 那這些人要不要跟你抗議 所以我覺得他這句話 在台灣島內會引起爭議 可是如果在國際上 甚至會引發戰爭 你知道嗎 剛剛世光你不是有提到 這個約旦河 我們別的不講 在全世界目前有幾個大的區域 其實它引起的水資源的戰爭 它不僅是造成了世仇 而且甚至達到了 這個滅種族的一個危機 它不僅僅是宗教 也不僅民族 光是為了搶水就打翻天了 沒有水 請問怎麼生活 那整個條河的流域 你看 這全部都是流域 請問這整個的流域 是上帝才能告訴你 這是屬於誰的水 誰才能夠引用 好 那我們別的不講 我們光講剛才的那個約旦河 總統的約旦河 那在上面它總共流經過 包括敘利亞 約旦 還有以色列 其實你知道嗎 剛剛世光你就有提過 1967年 事實上就為了要爭奪水 因為它那個上游的部分 約旦河的上游的水 這個以色列都沒得喝 所以它就是希望能夠引到 能夠把這個水引進來 結果引起了其他 包括敘利亞跟約旦的反對 所以你知道嗎 1967年就爆發了六日戰爭 所以你看光為了搶水 就會引爆戰爭 民族戰爭 宗教戰爭可能是藉口 真正的戰爭都是經濟利益 宗教這每一天都需要 可是水是點點滴滴 每小時都需要 所以你不為水為了什麼 那你看喔 其實還包括你看中亞 中亞其實有危機喔 你看中亞的部分 它這個阿穆達利亞河 這條整條的流域 其實它流經的國家非常的多 那包括塔吉克 包括阿富汗 穆茲別克 其實一大堆 就你知道在這個流域上 目前為止整條河 目前總共有12座水壩 可是目前最大的是什麼 是目前為止羅貢大壩 這是目前為止爭議的一個 主要的危機之一 那麼還有包括你看 在領我們非常近的 就是美工河 它是目前全亞洲第七條長河 它總長已經整個的流域流貫 超過了4000多公里 這其實流域非常長 那經過的大家都不能夠忘記 包括你看從中國 上面是藍艙河 那還有這個緬甸 寮國一大堆 整條水域全部大家都要蒸水河了 那麼還包含呢 尼羅河流域 它有埃及 蘿丹 蘇丹等等 那其實我們講到這個 我們一定要講一個 兩個重要的故事 我們提到說 包括剛才講到尼羅河的流域 尼羅河它是一個長 尼羅河的故事 大家都有聽說 可是有些故事 你可能不知道 原來水還是一個重大的資源戰爭 你看喔 目前為止 如果我們從整個尼羅河流域 經過的地方大概八個國家 你看喔 埃及 它擁有了多少水資源 百分之六十六 結果到了蘇丹 跟第二大國靠近旁邊 還有百分之二十二 結果你知道 到了伊索皮亞流到下游 它幾乎是零資源 伊索皮亞是上游 中游是蘇丹 下游是埃及 所以很妙喔 尼羅河最大的問題是 水是從我這邊出發的 結果我不准用 水是流到你家的 你才能用 但是你知道嗎 這裡面涉及一個問題 也就是在1959年 那時候其實英國當時 他們的殖民國 這個殖民國主 那時候就做了一個協議 他當時的協議是說 那英國就決定 把大部分的水資源 分配給了埃及跟蘇丹 重點在這裡 所以伊索皮亞 即使它是在上游 可是你知道嗎 它主要用的是清尼羅河 其實它是它的一個支流 上游的一個支流 所以這為什麼說 它水資源不夠 所以它一定要趕快 去攔截水 所以你知道 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引起了很多旁邊的爭議 所以乾脆這伊索皮亞缺水了 它幾乎沒水用 它乾脆就給你直接蓋大壩 那蓋大壩的一個結果 造成了其他各國 它還開始反對了 水被伊索皮亞攔住了 沒錯 所以它這樣攔住了一個結果 尼羅河上游的一個國家 包括伊索皮亞 烏干達 這幾個國家開始 大家 你會簽合約 我也會簽合約 記得那年有時候 We are the world 那個伊索皮亞大災 全都說明示出來 奇怪沒有 伊索皮亞不是天災 是人禍 基本上被自私的埃及人 自私的蘇丹人 相對伊索皮亞這樣講話 因為水被他們用走 搞得伊索皮亞大乾旱 搞得這個大漆荒 還...美國拚命唱歌 結果出這個唱片的歌星 還賺很多錢 全部都是英國 美國亂搞 搞出來的問題嘛 對 所以你知道 水資源會造成大乾旱 它就會影響這個區域 人民怎麼生活 那所以這個大... 你要這樣攔水吧 又有人跳出來不甘心 不甘願 那現在到了2011年的時候 他就很多 像伊索皮亞他們都不顧 蘇丹跟埃及各國的反對 他開始在那邊做復興大壩 你知道嗎 那復興大壩 它的水力發電 是當地整個非洲地區最大的 是 他的那個相當 他發出來到時候 水力發電的電力 相當於號稱有六座核電廠 是 這就是這樣那個規模有多龐大 那你看在這方面 各方面通通都要爭議 所以最後呢 2015也就是在剛剛三月底 這三月底終於各方面喬了 共同去喬了事情之後 喬出一個結果了 也就是包括這個埃及 伊索皮亞 蘇丹這三國 他就打成一個協議 他終於能夠把這個水的爭議 給落幕 而不需要用到戰爭 所以伊索皮亞現在找到一個 強爸爸可以靠 那復興大壩 中國好像用得滿大力 不像以前 完全不一樣了 是啊 所以你看 包括尼羅河 它會引起主要的一個水資源的戰爭 難道東方就沒有啊 剛才我們剛剛有提過湄公河 湄公河它的這個上游是哪裡 其實是在中國 它有南昌江 其實中國其實蓋了好幾座大壩 那它其實就從上原的地方 就水攔截了 做了很多水力發電的事 那結果沿路一直到下游 經過像緬甸 遼國 泰國 沿路到了這個越南 你知道越南的出海口 它開始變成叫做九龍江 為什麼叫九龍江 因為它到時候水已經非常少 幾乎佔成了干河 結果你知道它分成了九條頭 分別流入海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知道 沿路 你中國會蓋水壩 我其他人就不會蓋嗎 那它也一樣蓋 拼命弄成了另外一個水壩的戰爭 你看喔 遼國境內 它規劃了四座 遼國 泰國交界邊界 它也規劃了三座 那在遼國柬埔寨 大家通通會蓋 一座兩座 加起來總共 光中國的下游蓋了11座 所以你知道嗎 我會覺得 鄭文燦縣長 他講的實在很輕鬆 一派輕鬆 他覺得他十門水庫的水 只要給臺原人用 請問他上游的民眾要干誰爭議 難道台灣也要發動另外一次 水資源的戰爭 才能平和這一次嗎 是 外民哥我們看到 其實我們講這四個事件 可我們看最嚴重幾個地區 包括東歐 包括我們剛剛這個 曾威講的像這個約旦河 包括像這個中亞 像我們知道像塔吉克 烏茲培克這幾年 種棉花 種很兇 所以用水量大增 其實這幾個地區 其實用水衝突越來越大 這個1978年的時候 在前蘇聯時代 蘇聯老大哥 就把這些加盟共和國 集合起來在哈薩克的首都 開了一個會議 就是阿拉姆圖宣言 阿拉姆圖宣言 對 要希望中亞各國 各加盟國 大家能夠用這個核氣 大家能夠和和氣氣 討論水資源的分配 可是蘇聯結底以後 完全沒效 大家都知道這幾年 全世界最大的生態唯一 就是鹹海現在消失了 鹹海有兩條河 一個叫做 其中最大的一個叫阿姆河 一個叫做阿爾河 阿姆河這個河很重要 它主要經過什麼國家 塔吉克 烏茲別克 土庫曼 哈薩克 他們都很多石油 他們其實哈薩克比較多 富道不缺油 可缺水 但是缺水缺得很嚴重 最近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中亞的水資源 爭奪有白熱化的跡象 就是因為阿富汗和平來了 為什麼 過去阿富汗幾十年 二 三十年打仗下來 阿富汗人沒有時間從事建設 大家就不會想辦法 從事水資源的開發 這個阿姆河的上游 經過塔吉克 經過阿富汗 塔吉克用了阿姆河上游的水 大概用了7% 他蓋了一個全世界最高的水壩 就是剛剛曾威講的羅貢壩 羅貢壩有350公尺高 全世界最大 它這個蓄水量大家聽了以後嚇死 133億立方公尺 剛好是100倍的石門水庫 不是100 不是 大概是翡翠水庫的30多倍 你就曉得大到什麼程度 他也不過用了阿姆河 這個上游水資源的7% 但是大家要知道這件事情 這個烏茲別克是800萬人 土庫曼大概是700萬人 哈薩克斯坦是1600萬人 阿富汗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以為他天天戰爭 好像沒什麼人 他有3000萬人 這3000萬人有一半 出來要跟搶阿姆河的水的時候 下面的人大概都沒有水 因為我們印象 阿富汗是沙漠 都乾乾的 片草不生 所以 因為過去打仗 大家不會著力於生活的改善 我再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這個土庫曼缺水到什麼程度 人均用水量只有200多公噸 全世界是7000多萬公噸 然後這個烏茲別克 大概是700多公噸 你想想看 如果阿富汗再加進來的話 對不對 底下人幾乎是沒有水 所以說為什麼最近 在中亞地區的供水形勢 就格外的緊張了 但是這也不是沒有前例可循 其實人類水資源 爭奪最長的就是多瑙河 就是剛剛世光講的東歐 1815年拿破仑戰爭結束以後 這個奧地利為首的這些歐洲國家 簽訂了一個維也納宣言 就是確保多瑙河的 這個流域的航行自由 為什麼 多瑙河 對不對 有2800多公里 它大概經過10個國家 從德國 奧地利 斯洛伐克 匈牙利 對不對 然後羅馬尼亞一直到摩爾多 到保加利 羅馬尼亞出口 大概10個國家 對 到黑海出口 那個時候就大家因為這個核律 大家所著重的是這個 整個流域的航行能不能自由 所以在1815年的時候 這個維也納條約裡面就規定了 大家要開放這個 航行權 但是都是沒辦法執行 最後大家吵吵鬧鬧鬧 甚至於爆發什麼 1857年的克里米亞戰爭 克里米亞戰爭結束以後對不對 又簽訂了一個巴黎合約 再次強調 強調什麼 強調多瑙河的航行自由 還有水資源的調度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現在德國跟奧地利 在這個多瑙河上游 蓋了28座水壩 全力在發電 下游的人對不對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發電的 同樣的對不對 這個奧地利 德國 是這個多瑙河流域 工業化或者說現代化 較早 較快的國家 長期以來製造的污染 其實已經讓多瑙河裡面的巡漁 沒辦法再使用了 雖然這兩個國家 這幾年改善很多 但是下游現在也面臨了 這個發展的需要 大家都知道 你這個28個水壩 要調節就是一個問題 萬一下面再下雨 你上面又放水 下面馬上就氾濫成災了 所以為什麼這個多瑙河流域 跟其他地方的水資源的 衝突不一樣的地方 它可能集中在比如說發電 比如說這個污染的問題 比如說是航行的問題 甚至於可能大家都不要忘記 甚至於最近北歐東擴 或者說這個東歐國家 不斷的加入這個歐盟 其實有很大的一部分 也跟多瑙河流域的整合有關係 因為為什麼這些下游國家 跟上游國家共同享用一條河 那麼它必須透過一個國際組織 對不對 來整合整個水資源的調度運用 那它本來內部的就有一種 水資源方面的需求 驅動這些東歐的國家 脫離蘇聯以後 要紛紛的尋求加入這個西歐 或者加入北大西元工具組織 也就造成了最近俄羅斯 跟東美國家關係的緊張 所以它也可能導入另外一場 所謂克里尼亞戰爭 好 我們看到這個水權問題 0708年 它跟次代的危機一樣大 在今年特別在乎 就是水資源的一個危機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從台灣 從加州 到目前的中亞 甚至是到東歐 似乎全球都出現了 水權的一個爭奪戰 好 這種廣告我們做觀察 除了是水資源之外 最夯 最熱的 熱到發燒的是入股 今天上海的B股市場 連續第二天全面漲停滿 86支上市的B股 直接開盤 一架到底 漲停到收盤 到底現在入股夯到什麼地方 連台灣金管會主委聲明中 都出來降溫喊話 降溫告 我來告訴你